诸位 最近很多街坊对董白氏议论纷纷 有的话说得越来越难听了 董方氏 你的意思是 我 我们大奶奶的意思是啊 这个白宇和呀不守负道 太嚣张 太过分 按理就该把她给修了 所以呢 我们董家决定了 从今天开始 白宇和以后所有的开销 我们都不管了 以及她以后 董方氏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人 该是家里拉车的吧 二爷您怎么忘了 我已经收阿牧啊 做弟弟了 现在我们呢 是姐弟相称 他姓董 他不姓董 但是 他既然不姓董 董家祠堂议事 无论怎样 也轮不上一个外星人插嘴 这事要传出去 不是让外人 把我们董家笑话死了吗 大爷 让外人笑话的 不是董白室吗 这 大爷 各位组长 各位前辈 我知道 以我阿牧的身份呢 不配跟各位 坐在董家的祠堂里 一董家的事 我也是好心 没关系 我这就走 走之前我有句话想说 咱们董家人呀 应该一条心 别让白家拿了咱们的话本 反过来再说咱们 是啊 姐 那 我就先走 各位组长 各位前辈 再会 来 各位 各位长辈呀 今天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 咱们态度啊 一定要坚决一些 我已经通知白家人 来去修书了 那里就好了 白大少爷 白大少爷 您请留步 我这急着要出去 有什么事 你就在这儿说吧 这儿有一封您的信 董家组长 约您现在到祠堂议室 我跟董家 现在无事可商啊 事关少奶奶 雨和呀 她的事跟我更没关系了 大少爷 事关重大 董家 只明让白家代表去 您要不去 我回去没法交代 你不去 阿福 把这信呢交给老三 在这家里 他也应该学会 应对一些事情 好 好 走了 走 奶奶 白家人来了 怎么是你来了 我们要找的是白国智 你来干什么 我大哥有事 不方便来 白家老爷年纪大了 此事不便惊扰 可是 我们请的是 能主事的白国智 你来能做得了主吗 我也是白家人 也是白雨河的弟弟 我想 你们今天要找我谈的 应该也是关于我小姐姐的事 和我说也是一样的 有什么事 你们就直说吧 这董白氏 胆大妄为 行动诡秘 有被董家 善良纯正家风 使祖宗蒙修 子孙汉颜 董氏多有忍让 宽以后代 其董白氏不知惜福 且 你们想干什么就直说吧 董家没有义务 再为他负担开销 我小姐姐现在可怀着 是你们董家的孩子 行 你们既然不管他们母子 那我们也不强求 你们不管就不管吧 站住 还有事儿吗 董白氏有为妇道 董家要修了他 你们凭什么修了他 从头到尾一直都是 子虚无有的事儿 你们也信我 我小姐姐一人再人 你们还是不依不饶 苦苦相逼 白三少都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 一个寡妇大着肚子 到处招风引蝶 还说一忍再忍 是再忍 忍的是谁 忍的是我们 忍的是董家 对 这样一刀两断 也爽快 放屁 什么爽快 只要我们一接着修书 就说明我小姐姐真的做错事 但是她没有 她什么都没有做 她为什么要接着修书 就算她闷心无愧 不在乎 那孩子日后长大了 她会怎么看她的母亲 一个被夫家修了的女人 她这是白口目的 你们谁 你们谁会成一个公道清白 你们谁会成一个公道清白 这可修书 我们不接受 你 白三少 其实呢 要想不备修 也有办法 只是 恐怕白雨和她不愿意 她愿不愿意 那是她的事 你们先说 你们先说 当初她陪嫁的时候 那二百亩粮田 全都归我董家所有 你看 你看 我说她不会愿意的吧 是不是 只要我们交出田产 你们就不再替修她一事 当然 你能保证吗 我们董家的各位长辈都在 算作见证吧 行 我代我小姐姐答应了 从进坊后 你们董家人 谁 你不准再提 修理 白雨和 你 你 小姐姐 你反正办 这个事我已经答应了 你看你 小姐姐 三少爷 不是我说你 这件事你真是草率了 你说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能不商量一下 去决定呢 那钱能抵得上我小姐姐的名声吗 每天起床七件事 哪个用不上钱啊 那也不至于 连日子都过不下去吧 那孩子呢 董家不养她 白家不管她 将来她落地了谁管 我管啊 你管 你将来是要娶妻生子 自律门户的 就是你愿意 你媳妇愿意吗 谁不愿意我修了她 三少爷 光勇 这次姐姐听你的 她不是想要这个吗 来 给她拿去 爹不是说过吗 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那都不是事 那都不是事 你们两个别闹了 你们谁能告诉我 孩子怎么样 孩子有我 有你 还有他舅舅 还能把孩子饿着 就是 国勇 其实 早知道他要这个 应该早跟我说 这些东西我都不稀罕 还有一些首饰 一并给了他 不行不行 这都是咱们家的宝贝 不能给 川儿 那不就是一些 破石头烂珠子吗 有什么好稀罕的 你忘了呀 这里头 还有好多姑爷 喜欢你带的饰品呢 咱们得留着 你错了 要不得了 少华最喜欢的 不是那些 在这儿呢 我一定会替他 好好保护这个孩子